昨天 你是想对我说什么 我找到工作了 赚钱了 工作 前段时间我碰到我一个美国的朋友 说要跟我合伙做生意 我答应了 结果第一个项目就赚到钱了 今天这顿我请客 随便吃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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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出来 是说这个是 我还以为 不是 那天我们不是去喝酒吗 然后 就去了酒店 然后就 然后就精彩了 我多不好意思说 怎么了 解非推理条件 我发发机长 这里稳定 准备起飞了 你没有穿制服啊 机长我错了 对不起 你 保持严肃 机长你不许不穿制服 现在你违反规定了 我来帮你换上制服 不要 别拿什么 我不要 你拿下我来帮你 也就asures 著了 跟我銯说 你有些帮你拿出手 遮瑾 煮掌 你干嘛 回来 你这样会被处罚的 我是在帮你 我待会我自己 死我 气死我了 这能够了啊 让你耍旧风 让你耍旧风 天哪 那隔天早上 我的衣服怎么 不见了啊 你想什么呢 你那天喝多了 吐得全人上下到处都是 然后我让人家男服务员 把你衣服拿去洗了 不过呢你不用担心 你这么丢人的事吧 我是不会随便到处说的 但是 封口费 封口费啊 我现在账户里只剩六千多 看怎么样你会开心 别把这个事情说出去呗 公司的人呢 还我八天呢 我跟你开玩笑的 这样吧 以后呢 只要我想来这家店吃饭 逗你来的 好 好 没问题 你现在怎么这么听话啊 没什么呀 吃饭 原来全都是误会 昨天 昨天 我没有犯错 他为什么没有特别开心呢 一定是喜悦来得太突然 还没反应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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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